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各种难以拿捏的挑逗姿势 性感 野性 散发着女性魅力的她 无时不刻在挑逗着男性们的荷尔蒙 今天我们人天堂大乱斗系列人物的主角就是她 她就是最妩媚的魔女 贝姐 没有你她 被人们称作女蛋丁的贝姐 是知名ACP游戏猎天使魔女的主角 这款由鬼气制作人神谷庸术制作的ACP大作 是继忍龙 鬼气之后的另一款标杆性的ACP作品 这款作品也被拥有三上真思和神武英术 两位天才制作人的白金工作室打响了名号 虽然贝姐妩媚性感 卖肉意图暴露无遗 但是丝毫没有抢走任何战斗时刻的光彩 贝姐战斗时的舞姿十分具有观赏性 而且战斗时流畅爽快 天马行空的战斗过程也深深吸引着我们的注意 而核心机制魔女之间也是该做的最大特点 在缓慢流淌的时间当中尽情的攻击 把闪避之后的奖励无限放大 哪怕是手残玩家也能找到ACP游戏独有的爽快感 但是爽快并不是无脑 尤其是一代作品 如果你抱着无脑按键的想法玩游戏的话 那么你会死很惨 而在最终的无魔女时间的无限高潮难度 这个才是神谷因素最想表现的纯核心ACP向的游戏理念 在攻击当中利用闪避加上offside不断combo的设定 打出高连击这个才是猎天使魔女的精华 所以不要被贝姐的外貌骗了 这款游戏并不是什么卖肉作品 而是真正的核心向ACP大作品 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游戏的音乐 想必有很多玩家都留意到了 该系列在音乐上面下足了功夫 主题音乐选用的是1954年诞生的世界名曲 Limey to the Moon 在改编之后 这首节奏劲爆的曲目 配合着贝姐华丽的舞蹈 让游戏的爽快感瞬间爆炸 在配乐方面融入了爵士乐 巴洛克风格以及电子风格 让游戏整体的感觉更加完美 也非常契合猎天使魔女带有宗教色彩的主题 这里要给音乐总监伤口御史贵一刻 在2009年登陆Xbox 360的猎天使魔女 一下俘获了众多玩家的心 而贝姐也成为了热门的游戏人物 法米通也给做该座满分的同价 可以说站在鬼系这位巨人肩膀上的 猎天使魔女非常的成功 而游戏的背景故事呢 这个实在是太晦涩难懂了 大家只要知道天使都是坏人 我们的贝姐虽然是魔女 但是是个好人 我定要毁掉你整个天堂 游戏当中的各种宗教元素 以及各种神话的设定 这个由于文化的差异 我并不太了解 没关系 看这妖娆贝姐华丽的舞蹈 这些还重要吗 猎天使魔女一代成功之后 出续作也变成了 例行惯例顺水推舟的事情 当玩家们都在期待着二代 能够登上末代皮案3或是360 亦或是登上次世代主机的时候 2012年白金工作室宣布 猎天使魔女2登上了次世代主机 那就是未忧 而且是独占 这个让玩家们大跌眼镜 而究其原因呢 是因为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世家对于项目的支持不够 而这个时候人天堂挺身而出 大力的扶持了项目开发 所以贝姐从此改信任了 如果说玛里奥塞尔达 是人天堂自己孩子化 那么贝姐就是人天堂 在外重金求子得来的闺女 加入了任戏的贝姐 剪了短发更加的清爽 带着第二代作品 在2014年登陆了未忧 二代当中 贝姐短发的形象非常迷人 本人是短发控 看见戴着眼镜一头短发的贝姐 瞬间没有任何抵抗力 二代相比一代下调了游戏难度 哪怕你没有一点ACP的基础 你也能够体验到ACP游戏的乐趣 在剧情方面则是补完了前作 就算如此 我还是没有开动 而玩家们对于白金工作时 把二代放在了未忧上面 嗤之以为 在当时也引发了一场讨论热闹 而也正是因为二代出在了未忧上面 让大多数玩家对于贝姐的印象 只停留在了一代 随着人天堂新世代主机Switch登场之后 人天堂直接出了1加2的复刻合级 60帧丝滑体验 而且支持触屏操作 嗯 老振 你是想让我们铁着玩吗 真想 稍待手的也宣布了魔女3正在制作 也是Switch独占哟 你说气人不气人 而神古英术也说 如果没有人天堂 就不会有猎天使魔女的后续过途 也正是在人天堂的帮助之下 让神古英术带着感恩的心 把贝姐交给了人天堂 于是贝姐也顺理成章的 登上了人天堂大乱斗 贝姐的衣服呢 其实就是自己的头发 所以在攻击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而在人天堂大乱斗 这样的全年名游戏当中 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了 通过预告片 看到人天堂还是基本还原了 贝姐特色的攻击方式的 真的是无比期待大乱斗了 不过魔女3怎么还没有消息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你是不是也拜倒在贝姐的高跟鞋下了呢 我们下次继续看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也希望大家点击一发关注哟 你们的关注才是我们生产的动力 谢谢大家